我们今天很方便很自然 就讲出图书这两个字 事实上图是图,书是书 图是图像,书是书文 当然这个文最早是加上角色 因为它是花样,它不是文字 你看和图,它用的是图 可是漏书呢,它就用书 和图,乐书,然后和乐文化,里面就有图书 这是怎么来的 神规,附书 有一支神规,它不在黄河,它在乐书 为什么它不在黄河 因为通通在黄河啊,就让我们感觉到说 什么事情不是固定的,其实没有变化 它为了让我们知道 你有不义,你必须要想到变异 你有固定,你一定要想到不定 也就是你变,会有不变,不变,会有变 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神规,它不选黄河,它选落水 而且不再是用黄河出现的龙马 如果又一次龙马出来 那我们也就不去注意 所以它就是用神规 在龟脚上面,它会有一些花样 那我们把它叫做洛书 为什么不用洛徒呢? 你就是从这里感受到说 要有点区格,要有点不一样,要有点变化 所以我慢慢就了解到说,和图是金 然后洛书是全 和图是先天,洛书就是后天 和图是体,洛书就是用 像这些观念 就是从和图洛书 要用先去体会 你自然会感觉到说,哎,这就是天狱啊 就是老天对我会太好啦 天垂向,我们人去向他学习 这叫天人之学 河头,有河足,洛书 洛书呢? 当然没有啊,洛书,洛书 你看,带九密一 左三右击 二四零箭,六八位主 补在东洋 我们先看第一句话 带帽子,跟他在上面 上面是个九 没有九章,没有错,但是九个白典 那为什么要白典呢? 因为它是阳术,它是天术,它是基术,所以白了 你如果连这个都变的话,那人类就混了 搞不清楚 改变,改变的才可以变,不改变是不能变的 带,就是上面带的是九个数字 它用九个白典,来表现实 你呢?你就是脚踏的 那这是上面呢?下面是一 一用一个白典,为什么? 因为它也是天术,也是基术,就是阳术 上下不是阳术 那左右呢? 左三右七,还是阳术 二是围坚,二是民主 所以二,它用两个黑典,来表现 而四呢?用四个黑典,来表现 六八位族,底下的旁边 一个六,一个八,也就是黑典 最后这句话,跟何族又一模一样 那不在于中央 中央的人说 那死跑哪里去了? 十个变了 你看只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什么样子? 这个更重要 同样是河图洛书 同样是天垂向 可是河图它有十个 而洛书呢?它只有九个 不行了 河图洛书常常相并而起 不仅同为天垂向 而且也共为一丁之源 河图的图像由黑白点组成 洛书的图像也由黑白点组成 如此先同之河图洛书 却为何素质不同?又为何图像不同呢? 这不同之处 用日寒的怎样深刻的道理呢? 我们先看看 当年鱼 它为什么把天下分成九州 你看我们以前是讲的 天下九州 就是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九得来的的 那洛书 就把天下分成九块了 一个龟背上面 它就九个素的群聚 有黑有白 看起来很乱 那事实上它有条理 中华民族 是乱中有序 就从这里看得出来 你看中华民族很乱 但是它不要有理 你看不懂它就乱 你看得懂很不让有道理 我们现在也按照相、素、器、语 来看一看 莫素的状况 相跟何图 没有什么两样 它反正不是白点组的复语 而且白点的 都是山素的 都是基素的 都是羊 我们把它叫做天素 群聚的方式 也跟何图不一样 何图它是阴阳一队 阴阳一队 阴阳一队 十个数字分成五分 这个没有 这个它分上去 分上去有没有道理 当然有道理 你看它当中 是一个十字 这边又是个鞋的十字 告诉我们有四正 有四语 一共八角 你看八卦慢慢就出来 八卦的样子 就从这里很容易看得出来 四正都是一样的 要不然什么叫正 四语都是偶的 是阴的 洛书跟何图 你可以想很多 像的部分 还是比较单纯的 因为什么 因为就这么多 你看来看去 黑白点 然后呢 它分布都不一样 就告诉我们 数据 它是会变化的 不是说固定的 不是说固定的 任何事情 一固定下来 它就没有变化 就很麻烦 想各位才知道 总统它是变来变去 非常上天的 但是我们先加一句话 它最了不起 就是变到那里 看不出来 因为它没有变 而最后骗自己 说我不会变 我没有变 这样各位更深一层了解 孔子没有叫我们 不要骗别人 他只告诉我们 不要骗自己 那叫乌字七 不要骗自己 素一不一样 素大部分是一样 一三五七九 是基素 是阳素 是天素 二四六八 是偶素 是音素 是异素 合图跟弱书一样 因为连这个都变了 糟糕了 人类不知道怎么办 只不过少了个书 弱书与合图 看起来图像不一样 但实际上意义相同 这也是疫情中的基本道理 变中有不变 不变中有变 无论是合图弱书 吉素都代表阳 偶素都代表阴 为什么合图中的偶素 是二四六八石 而弱图中 却只有二四六八 没有石呢 跟合图相比较 最重大的 叫做建武不建石 或者用线也可以 线武 把武线出来 但是把石呢 隐藏起来 这个对我们影响太大了 若书 它重在阴阳的变化 这一点我们要特别小心 它相对的都是十 大家看到了 四跟六 这两个斜角 加起来就是十 八跟二 这两个斜角 加起来也是十 你看一 加上九 多少 十 三 加上七 十 十 可能真的 加起来也是十 可能的 加起来还是十 十常在四方八面 只有当中的五 异力不咬 这就告诉我们 做任何事情 一定要有所变 有所不变 同时要把有所不变抓紧的 你才可以放心的有所变 是从这里得到的指数 无必中央 它是不变 所以为什么说 动不动 要巩固领导中心 就是这个意思 你领导中心一部闻 那你什么都完了 无 它是体 后来我们把它叫做精 所以为什么重视经典 就是从这个五来 你要武经博士 什么开口就是武 不是武 仁义理事性 也是武 当时有道理 持 它是用 它是变 所以 用武常识 就是持经达变 这个对我说明识 是在在生涯 我们今天人就是缺乏这样的 去修养 动不动就求心 求变 其实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因为你变到之后就没有根了 但武是真啊 你怎么这些 那武为什么是根呢 因为它是土 那土又为什么是根呢 因为你看 金、木、水、火、离开土 它就成家跟老子 因为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再说一点 水没有土 那水就有光 就是因为有土 我们才能保存整个水 才可以用 火没有土 它就往上冒 最后也不变了 金没有土 藏不住 木没有土 藏不了 冒生不起来 所以土 它是最最重要的 最最核心的 它不能变了 所以为什么中国人有松是土 有土是有台 中国人 有钱就买土地 真的就是非常有钱的 它都跟其他没有人 可见中央土 就是我们的金 就是我们的命脉 我们后来把它发生成金典 就是万事不能变的东西 太强金典 有的金典 你互通了,棒,你就被追踢一遍电。 那时候你就不会投机去讲。 为什么?因为是个阵阵,就是阳队。 洛书中的电路不见实不仅印含着实听答念的深刻道理, 而且告诉我们,只有万事不变的东西才能被称之为经典。 洛书中同时也包含了五行, 而五行就是其的疫情方向。 那么洛书中的五行,与何图事报相同呢? 气,它的运行,跟何图,是比较大部分。 你看一到三,它是阳气的运行。 阳,它是顺时的。 可是七到九呢,明明呢,它就是密情。 它两个连不起来。 照理说应该一三五,然后九七,那才是阳的顺的路。 所以现在它把七点九给你阳掉过来。 阳掉过来,它就告诉你,就有一个阵。 有一个是密。 因此它就告诉我们,一个人最好从小都走更高。 可是这是自败可能的。 所以想想看,如果每个人一生出来,你又不用教育它,它也不用学习。 它就是咱们就走更高。 那人也跟动物一样。 反正跟动物一样。 那就是按照本能而行事。 那你没有什么自由意志嘛。 没有什么自主性的。 那跟常常都创造嘛。 那宇宙怎么会进步? 这一点是我们必须要说出来的。 人跟野兽不同。 人跟动物不同。 就是人有不一样的领性,或者叫做偏性。 你可以改造,但是不能乱改。 你可以求变,可是不能乱变。 讲到这里。 所以他告诉我们,你如果养,你顺情,没有关系。 那如果搞错了,不知不觉,或者不得已,比如说被逼的。 你逆行,怎么办?也没关系。 你就要补救就好了。 这样才会产生意见这个补救的观念。 现在大家慢慢知道。 羊,它是顺死的。 要你活着,你就顺着,羊就服进去走。 这样就好了。 可是你万一走腻的,难道你就死了吗? 还是活不了吗? 你走腻的,那你再走一遍就好了。 有什么关系吗? 所以我们慢慢就知道,一个人要成功。 他可以顺取、顺手。 他也可以逆取、顺手。 很多人是逆取、顺手。 我没有办法。 机会人家都大战了。 职业人家都掌握了。 我就跟你乱来。 就是当我有一点点东西的时候,我就开始守正。 他就叫守正。 他就叫守中。 中就是指令嘛。 这是张文的脚步嘛。 那这样你就完全想通了。 你可以顺取、也可以逆取。 但是,你不管是顺取、逆取。 你想硬办法,最后要对付正向。 。 阴呢,你看四到二。 八到六。 它都跟何图的方向不一样。 现在我们就很清楚说, 何图它是太极生两领。 它只有太极生出阴阳两种气。 阴的是逆时分,阳的顺时分。 若树它就告诉人。 两颐下面还可以变四项。 你看它,若树里面气的走向,就出现四个系统。 两顺时分。 一到三。 两逆时分。 七到九。 阴的顺时分。 四到二。 阴的逆时分。 八到六。 它四个不一样。 就变成, 两颐顺时分。 这什么意思? 就告诉我们你要慢慢的去加大你的变化。 可见我们是不反馈变的。 只不过我们反馈你没有原则的变。 你离经叛道。 离经叛道就是离开那个中土的金, 把五都丢掉了。 那就是乱变。 那就叫离谱。 因为我们常常讲,你这样子太离谱了。 就是你变得人都不会接受,就叫离谱。 现代人, 他因为对金没有很深刻的认识。 所以几乎都在乱变。 千万千万要消失。 无论是河图还是洛书, 都不仅有像有树。 很重要的是还有理。 那么洛书的理是什么? 就是如何通过建和树, 表现出来的呢? 我们再来看洛书的理。 你看河图跟洛书, 你把两个比对去这里。 一、三、五。 为什么不变? 不变? 不变。 因为一是水, 那水源是不能变的。 你人再怎么变, 你会变得说我不喝水可以活, 那活不变。 只要没有水,人就活不了。 你看那人啊, 肝生出来的时候, 它全身都是水。 然后随着它长大, 它水分就开始小了。 它当它老了以后, 就肝肝巴巴的, 就是没有水。 很简单就是水。 地球上的水越来越少, 人就越来越恐慌。 人体的水越来越小, 这个人就越来越衰弱。 水是生存的源头。 所以我们动不动是讲, 银水思源,银水思源。 所以他们一是不能动的。 那一是吗? 一就是太子。 他们不能动。 一就是阳气嘛。 一就是正气嘛。 一就是天嘛。 所以你不能逆天啊。 你要顺天理嘛。 三是什么? 三是木啊。 为什么三是木呢? 因为它是东方嘛。 东方是太阳起来的。 而这个木头, 它最需要就是太阳光带来的光合作用, 让它能够生存不及。 所以东方跟西方, 它为什么有不同? 就是它们的身体有点是一样的。 三是木头。 木头是代表生气的。 所以你看, 人类自古以来, 它是找到一,找到山。 叫做什么? 除水草和居。 一周上, 你远远看到, 你会不会去。 不晓得。 如果上面一根草都没有, 你会去吗? 你去它干嘛? 不是冻死, 就是饿死。 嗯? 山上树木很繁茂, 你就放心了去的吧。 因为它木能够长得这么好, 里面一定有水。 那有水有木, 你就可以活了。 因为木可以生活, 而水可以供应你, 营用。 你生活有的水火, 大半就差不多了。 所以一跟山, 它不会变。 那五更不能变, 因为五是土, 是你的立罪之地, 是你生存的一个根基。 所以为什么? 一、三、五, 它不会变。 在野时来告诉我们, 有所不变, 你其他可以放心的有所变。 五, 居中, 是根本, 我们把它叫做金。 而石呢, 不是没有, 石是隐而不现。 把它暗藏在哪一个角落里面, 四方八边都有石, 就表示什么? 你有了五以后, 你就可以放心的去变, 变到什么都有。 你不能固守这个五, 固守这个五, 你就变不出来。 然后你就没有创造。 你的生活没有变化, 就不会进步。 可见老天, 需要人类进步。 需要人类讲一遍。 但是千万记住, 不能够离经叛造, 一定要持经答辨。 就这两句话而已。 我们用现在的话来讲, 到底会比较更清楚。 就两句非常简单的话, 千万千万记住, 生活的原则, 不能变。 生活的方式, 可以变。 我穿西裳, 你穿西裳。 我要穿什么, 就穿什么。 变着生活放途。 所以中文, 你吃西裳也好, 吃印度餐也好, 吃西裳也好, 吃西裳也好, 其实不无所谓, 那是什么东西。 那不影响你什么东西。 我们所在过的, 就是你的脑袋发展, 你的观念, 永远改变。 如果你的观念改变了, 改变得不像一个东国人, 那就不要反应。 那永远是乱变, 就这么简单。 已经进入现代社会的中国, 日新月异, 变速无常。 那么作为一个现代的中国人, 我们怎样才能做到, 持经大变? 又应该坚持什么样的生活原则, 在现代生活中, 究竟什么东西, 是不能变的呢? 我们可以看得清楚, 中国哪些东西是不会变的。 一个是勤劳, 一个是节俭, 一个是负责, 一个是忠诚。 如果连这个都变了, 那可能是太危险了。 我们现在就是, 大家把这些东西都放在脑后面, 眼睛所看的就是钱, 就是民, 为民为利, 而把那些东西, 统统拋住脑后面。 我们最近也看到, 很多人公开的宣誓, 他要过奢侈的生活。 这就是理不坏道。 中国社会没有奢侈, 我们就有小康。 你看以前有钱的人, 他一定要用高度为强, 然后把自己, 隐藏在里面。 要不尽闻。 里面才怎么乱, 外面的哭哭了。 最起码你是会败坏社会风景。 现在不是, 我有钱。 怎么样? 钱是我赚的。 怎么样? 我是合法的。 怎么样? 怎么样? 没有怎么样就是败坏社会风景。 还有怎么样? 你会刺激很多那些不如你的人, 产生很大的怨气。 那个怨气, 最后集中了你身上, 你就完了。 所以中国人, 你做好事是不能高调的。 现在说, 我要高调行上。 但是人家背后的批评是很难经理的。 有很多东西, 不能变就是不能变。 我们从和俗、洛书, 最起码得到三个重要的提示。 第一个, 人一定要会变。 不会变就完蛋了。 可是当你要变的时候, 你要先把原则给我抓整。 原则一定要抓得很准。 所以当我们讲变的时候, 我们要跟不变同时讲。 不可以只讲求心求变, 不可以。 第二个, 什么叫做金? 就是那个土, 是更笨。 你看我们现在, 如果把耕种的土地, 都拿来盖房子。 请问你, 我们中国面积是很大, 但是可耕地已经够小了。 将来我们粮食怎么办? 这是根本问题。 一旦没有粮食, 你饿的时候, 难道可以吃姜冰箱吗? 这是我为什么现在到处劝人家, 你再没有钱, 你忍痛于去买一条蒸皮的皮带。 为什么? 真的到没有东西吃的时候, 蒸皮带最起来可以吃两三个月。 第三个, 从小告诉小孩, 你不要乱变。 你不可以从小告诉小孩, 你要求心求变。 不可能。 不准。 为什么? 其实你到欧美去, 他们就是从小教学好, 要求心求变。 那为什么中文就不去? 道理很简单。 因为外国人根本不会变, 不会变。 一个不会变的民族, 你当然要放心, 叫他求心求变嘛。 因为外国人的血液里面是充满了变的东西。 从小就变。 应该叫他变, 那完了。 我们一直从小告诉小孩, 你要变啊, 你不能不变啊, 不变会吃贵啊, 你要求心求变啊。 然后, 弄得怎么样? 小孩进到小学五年纪, 父母就拿牌简单。 父母管不了小孩, 然后连带着老师也管不了学生。 如果哪一天赶在政府也管不了老百姓的时候, 那只要天天不变, 只要弟弟不变。 那就是我们自己搞成的。 识经答变, 识经答变。 有原则才可以变。 万变不离其中。 不可不变, 但是更重要的是, 不可不变。 这才是, 我们从和督落书里面, 得到的最关键的启示。 谢谢大家。